喂 你刚刚在电话里面 那样跟我哥说话 你不怕等我们假期结束回来以后 他会收拾你吗 恐怕到时候 他会感激我多一些 感激 为什么 秘密 想要知道的话 就得先讨好我一下 好吧 那你说 要怎么样的讨好你才会说呢 自己想 下次就在游泳池 这个讨好怎么样 哇 这小丫头简直就是在勾引她犯罪呀 而在另一头的桃之小圆 由于承袭之打电话时 桃乐乐就坐在她的身边 所以她算是将周浩刚刚那一番 给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 别气了 大不了我们一会儿就往回赶 说 我们也体谅一下周浩吧 这么多年 她同翘翘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再说她这么多年 也一直没有怎么地休过假 换一种想法 她这样也是为了让翘翘开心啊 你身为最疼翘翘的哥哥 就理解一下吧 涛涛 不是我说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 这是体谅别人太多了吗 还有 别说什么 她这样是为了让程翘翘开心 我问你 翘翘自在跟她谈了恋爱之后 你说 她哪一天不是开心的 一点脑子都没有的 那你现在这么气也没有用啊 她都已经带着翘翘出发了 你总不好再找人拦下来吧 而且想开了 也就是提前一天 你就提前一天 你知道这一天 身为一个特助要帮总裁 处理多少的事情吗 涛涛 我看你现在就是跟他们横歇一气的 一点都不知道为你的老公着想 哼